啊,你懂那個意思嗎? 可能懂有可能不太懂 喔,這是我比較喜歡 去配合我另外一半 唉唷,你不戴眼鏡很好看 是嗎?那我拿下來 嗨 Hello You're so cute Thank you You come from America? No, I'm come from China China? Yeah 你好 喔,我是台灣的 啊,我知道 啊,你現在人是在美國還是你是開VPN? 我現在開VPN 我回來之後,我心好不好,我從韓國回來 蛤,什麼? 我說我從韓國回來之後,我心好不好,所以我是要用VPN 喔,你從韓國回來? 對,你怎麼說話有點... 怎麼了? 台灣的口音是這樣嗎? 喔沒有,其實我是馬來西亞人啦 啊,你不是台灣人啦 對,我是在台灣工作這樣 嗯... 啊你從韓國回來是指旅行嗎?還是... 我在那邊上的研究生 喔,你在韓國練書喔? 是喔 在研究生,讀多久我在那邊? 4號,兩年 喔,難怪你看起來有點像韓國韓國的耶 因為我在那邊念書比較方便喔 因為我外公外婆在韓國 因為我媽媽是韓國 喔,你是混血? 嗯...亞洲的應該算混血吧 喔,對齁 喔,就是你是...爸爸是中國 媽媽是韓國 對 喔,哇...那...好...如果...你可以給我一到十分 你可以給我幾分? 給你 對啊 給你十分 真的嗎? 真的 為什麼 現在你很帥 很帥? 對,然後就是感覺很有禮貌 看你很乾淨 喔,我確實很有禮貌 對對對 是喔 對,我跟你聊天會比較特別有禮貌 真的嗎?為什麼 因為...你很可愛啊 你跟別人聊天就不禮貌 就是對你會特別禮貌啊 啊,那謝謝你 那你...那你問我啊 你到十分給你幾分啊 你到十分給我幾分啊 你到十分給我幾分啊 我給你...九分 為什麼 差一分就是...你...你有男朋友嗎? 我沒有男朋友 那我給你十分 為什麼 因為...你很可愛啊 好,謝謝了 怎麼說就...很奇怪 會嗎? 有點 你也說我很帥啊 我講你可愛也差不多啊 那謝謝啊 啊,那你現在是已經練完研究所了? 喔,已經完了 我現在要在...在大陸了 你是不是中度使用手機啊? 怎麼了? 你眼睛好像紅紅的 眼睛紅紅的 對,還是得剛哭了 對,有點乾,眼睛有點乾 啊,你現在回來所以是已經練完書了? 是好,不然咧? 好學 不是 啊,問一下嗎? 好,知道了 啊,那你研究所是練什麼? 我有練社會學 社會學? 是好 韓國練社會學? 很奇怪嗎? 那...啊,那個是練什麼的? 就是講一些社會的事情嘛 就是... 就是人文啊 或者是有關 就是社會分析 就是當代社會啊 或者韓國社會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國家的情況 啊,那你回...回大陸之後 啊,那你現在在做什麼? 毫不相關啊 哦,這是... 哦,對,好像... 那個讀書讀的科目好像都會用不上對不對? 本來是回來要考公務員的 然後因為我不太想考 就是因為很累 然後... 然後現在就...就是... 跳街舞 是街舞老師 哦,你是跳街舞啊? 對 欸,你知道... 我很喜歡看那個... 那個街舞節目叫什麼? 又哭那個 這就是街舞 對! 我每一季都有看 每一季 真的嗎?你知道小潮嗎? 小潮你是說... 就是在王嘉爾的那個隊伍裡面 跳得很厲害 是popping嗎? 還是... 就是hiphop 我應該有看過 你...你...你...你每一季都看 那你應該知道他 每一季都有看 真的嗎? 真的啊 那我給你看他的照片 你應該能認出來 可以 我跟他的合照 欸,靠! 哦...你怎麼會有跟他的合照啊? 去上他的課啊 哦...就是你...也是跳hiphop的 所以... 對啊,跳hiphop 除了小潮老師 還有...很多老師 包括...那個... 就...可能你不太知道 還有謝宇哲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說過 好像沒什麼印象 就是...也是這就是街舞裡面的選手 那你比較喜歡... 王家爾...王家爾還是...王一博 王家爾 啊...你不覺得我有點像王家爾嗎? 沒有,看完家 看完家 看完家 沒有,你長得有點像泰國的一個男明星 泰國 對 為什麼會是這個表情啊 哦沒有啊 也很帥啊 為什麼會是這個表情 也很帥啊 也很帥啊 你真的是...你是馬來西亞人 對啊 沒有...沒有太聽說過那邊的電視劇 因為我泰國的電視劇看的比較多 哦...你都看泰國的哦? 因為我看...就是...男男的 啊...為什麼是看男男? 你是有什麼特色的癖嗎? 就...就... 婦女 啊? 就是...就是...就...就... 就...有...呃... 有一個專業名詞叫婦女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婦女是什麼意思? 就是...就是喜歡看這種... 男男的... 漫畫小說 懂嗎?你就...喜歡這種的 就是婦女 啊?你是喜歡男生的嗎? 我...我喜歡看男男的那種... 電視就是... 那你自己本身是喜歡男生的嗎? 我...本身...是...我是雙 哦...你是雙 哦... 哦... 你...你有交過男朋友? 我有交過...我也交過女朋友 欸...雙...雙是怎麼樣雙的啊?其實 這個...呃...就是看...每個人的想法 就是因為我是那種...就是...呃...我覺得... 喜歡人是不分性別的嘛 就是我可能是被這個人的性格 或者是一些...貪圖 或者是長上一些方面性感 但是我不會因為...他是男生或者女生 就是我對...他...這個人... 產生了感情 哦... 所以我就不知道我是...男生還是女生 了解... 蠻特別的耶... 因為...因為我身邊沒有... 認識雙的朋友 哦...身邊...有同性戀嗎?應該...因為台灣很多 有同性戀 但沒有雙的 哦... 對...所以...嘿...你說... 其實...中國有很多雙的 哦...真的哦? 對...就是...但...但是這個是...看大家的理解不一樣 就是在...很多人沒有...就是...正確的看待自己 到底是喜歡男生還是喜歡女生的時候 會有一些騙差吧 哦... 就覺得可能...呃...不能分清楚我對... 比如說我是個女生 但是我不能分清楚就是跟我相處的那個女生 我是對她是朋友的喜歡 還是說出於是我愛她的這個喜歡 懂嗎? 懂 沒有人告訴...教...就是沒有老師 或者沒有人教你什麼事 就是我對這個人出於...那種愛或者是喜歡 沒有人教我 就是自己去摸索 對啊...但是所以在這種...因為...呃... 中國的新媒體還是比較亂七八糟的 我只能用亂七八糟來形容 就是...所以大家就導致大家的...可能會...都會有一點...奇怪的傾向 诶...那你有交過韓國的嗎?那你讀了兩年 有 有 男的還綠的? 難...這輩子都不會談 難...這輩子都不會再談韓國男生 為什麼?怎麼了? 啊...你被傷害啊? 嗯...那就是...接受不了...就噁心 噁心? 受不了...思想有問題...不是一類人 真的喔有這麼誇張? 對啊... 一開始就是很好啊 應該就是...很照顧 然後...談了一段時間之後就... 就很大男子主義 就覺得什麼都得按照他的想法來 就是...你在跟他就辯論一件事情的時候 如果你不是在在...就是你跟他不是在一個... 嗯...一個潤體上的話 他會...很不滿意 會生氣 會一點沒有... 身世風度 我說韓國的人都比較大男人 都有啊都有啊 那邊重男輕女吧 喔真的喔? 有的... 我是比較那個耶 韓國一個韓國女朋友其實還好 喔你有交過韓國女朋友? 對啊韓國有很多 我是比較那個耶 比較什麼? 談戀愛比較像這種小狗狗類型 就你是小狗狗? 對 啊? 啊你懂那個意思嗎? 可能懂有可能不太懂 喔這是我比較喜歡... 去配合我另外一半啊 大概懂 你不戴眼鏡很好看耶 是嗎? 那我拿下來 沒有就是... 都很好看的意思 啊行啊OK 就是小狗狗就是比較順從對方 對啊 那我跟你想反 你是什麼類型? 小貓啊 小貓是怎樣? 我很逆反 就是說我會在別人的紅線上反覆去試探 在別人的什麼? 紅線 那我怎麼跟你說 就是底線 喔 就是就像一個小貓 在陽台 就反覆地要踢那個杯子 要把那個杯子踢下來 這種 很牽走 很牽走 知道自己牽走 但是沒有辦法 就是不敢 喔 沒有但... 但這個其實也還好吧 還好啊 那我不好吧 反正沒有人說過我不好 就有自己的個性才好啊 是啊 我最怕的就是那種 在感情中會變得太欠揍對方的那種 做不了這種委屈的人 那不錯耶 不會的 我如果只要就是在一段感情中會有一些不舒服的話就會立馬結束 欸你是大陸哪裡啊? 江蘇 江蘇 對 沒聽過耶 感覺很遠耶 你那個深圳遠嗎? 其實深圳還蠻遠的 因為我中國只有去過深圳而已 嗯 江蘇你知道上海吧 知道 就很近啦 和上海很近 喔 那 教街舞 對吧 對啊 啊 那你平常每天都要去教喔 嗯...也不是吧 就遊客就會去教 所以那個江蘇出美女是真的? 江蘇出美女? 江蘇出美女? 啊 對你有聽說過嗎? 有啊 有很多啊 啊你就是其中一個美女啊? 嗯... 江蘇好看的女生很多 是嗎? 你沒有來過 對我沒有去過 對啊 就我們現在有很多美女 太多了 你就一眼望過去就很多 而且我們這邊 就是 就是因為我個子比較高嘛 那我在江蘇 來說就是 像 巨人 真假啊 你多高喔 就是沒有說 就是跟 如果跟男生比的話 還是像那女來說很矮 但是江蘇的女生 普遍是一六四 一六零 一六三 一六五 頂死了一六八 我一七四 你一七四喔? 對 哇那 那算很高欸 對啊我很高 我 那你猜我多高 一七八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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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猜那麼準 差不多 然後你多高? 我一七六 很 差不多 你喜歡多高以上的 我想多高以上的 啊就比你高就好 比我高就好 比我矮就不能接受 哇那很多男生都要淘汰了 不太真的 不能接受 我覺得都不能保護我 這個也是我保護他 有道理 這很奇怪 台灣很多男生都沒有一七四欸 普遍都不高是嗎? 好像是喔 這個我知道 因為台灣也不是有很多那種男男的電視器 有嗎? 欸欸好像有欸有欸有欸 很多 你也有看男男的台灣嗎? 看很多 因為台灣就是國語嘛 所以就是沒有像太語那邊聽得很奇怪 基本上台灣聽得還挺舒服的 然後 然後就是有看有看很多 那 我可以問一個比較那個嗎? 私隱一點 隱私一點 沒有啊 那是 啊你 你會看A片嗎? A片看 你沒看過嗎? 我不行 你A片也是看男男的嗎? A片不看男 有看過 但是也不會很很常看 因為A片看男男也挺噁心的 也是啊 沒有啊 對因為我第一次就是更喜歡看男男的認識嘛 所以我才好奇一下而已啦 你明天還要照顧嗎? 我明天休息日 休息日 那我們可以多聊一點 你好白啊 我很白嗎? 對啊 我感覺是這個燈光吧 很白 應該是這個鏡頭也有些影響 因為我本身皮膚比較像是健康色的 我才是健康色的 我暑假去海邊玩了 已經曬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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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一直去海灘玩 對 你喜歡水 我喜歡水 我會怕水 怕水 我 我有試過跳水 跟那個生前 然後呢? 其實我都蠻怕的 沒有沒有 但我還是當時啊 也還是鼓起勇氣 跳下去了 超可怕的 你有跳過水嗎? 你看起來是不是膽小的 還好吧 就是我其實什麼東西我都很害怕 但是我願意去嘗試 哦 那很好耶 還有一顆想嘗試的心 對 就是 我其實很害怕 我恐高 恐高? 但是我坐過山車啊 我玩蹦擊啊 我跳傻啊 過山車? 還有什麼? 過山車還有什麼? 過山車蹦擊啊 蹦 蹦擊? 就是從很高的地方 然後有個繩子 然後跳起來 哇靠 啊 那個離心力不是很大嗎? 對啊 還有跳傘 反正我很 欸你很敢耶 對啊 其實我恐高 啊這種東西 我 我真的不敢玩 沒事啊 我覺得人生就活那麼一次 只要不能 就是 只要那種刺激的東西 我就想嘗試一下 不錯耶 啊江蘇有什麼美食啊? 江蘇 江蘇 我們這 江蘇是一個省嘛 然後江蘇不 江蘇有十三個市 每個市 好吃的美食都不一樣 江蘇還有十三個市 對 喔 還有分每個市的好吃的都不一樣的 江蘇是個很 就是 我這麼跟你講吧 就是 嗯 整個中國有很多個省嘛 在武漢疫情的時候 每個省都會以自己 比如說 就是 以自己的省去捐東西 你懂嗎? 嗯 比如說 浙江省啊 他們會有自己的省 和北省啊 這種 自己的省去捐東西 但是到了江蘇 就會以市去送東西 就不會 就是不會以省 喔 因為江蘇 嗯 每個市的GDP都很高 那你在江蘇 好像你自己最喜歡吃的是什麼? 最喜歡吃的 最喜歡吃的是 我覺得你應該沒有吃過 你是不是很會吃辣的? 還可以 還可以 但是因為我們這邊偏甜 我最喜歡吃旺豆腐 旺豆腐 旺豆腐 對 甜的 也有甜 包括我們這邊的 嗯 紅燒肉也是甜的 噢靠 就是 我是 我是出了我這個地方 就是我去了別的地方 包括我去 去韓國 韓國沒有吃過那種 就再去其他 比如說 重慶啊 其他蘇 去蘇州 蘇州其實也是江蘇的 去蘇州的時候 我吃過不甜的紅燒肉 就是 還挺奇怪的 就是因為我 我家裡人燒紅燒肉 我爺爺燒紅燒肉 我爺爺燒紅燒肉 也是甜的偏多 因此習慣的 對 就是 可能會加白糖 還加白糖 這麼甜 就是加白糖 所以它才是會甜的 噢所以 你自己也是喜歡甜食嗎 也不是 就是吃慣了甜食 就是 你吃慣了每道菜 會有甜的味道 所以你就 會覺得 很多菜 它就應該是有甜的味道 哇 像我很喜歡吃麵食 麵食喜歡吃什麼麵 陽春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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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喜歡吃什麼配料 有 沒有 這個麵它沒有那種配料 噢 就單一個麵而已 噢不是 它是一種就是 名 就是一個麵的名字嘛 就是 它是那種 可以乾拌 也可以帶湯 它基本上有醬油啊 就是 我怎麼跟你形容這個麵呢 就是 就是 其實最多的味道是 醬油和胡椒 噢 就是 混著冰塊吃 在天吃很爽 我的名字其實就是叫冷麵 你的名字? 啊 就是我那個 那個 我朋友都叫我冷麵 為啥 因為 因為 其實我自己也很喜歡吃冷麵 對 然後我 做那個時候就每天一直吃 冷麵很好吃 我之前吃過東北的那邊的冷麵 東北也有冷麵 年級 不是每個地方的冷麵都不一樣 很像 很像 跟韓國的很像 就像 就像 就像其實 其實中國有一個地方叫嚴吉嘛 嚴吉那邊有一個 因為中國有少數民族 你知道嗎? 知道 對 中國有個少數民族叫朝鮮族 對 他們 也說韓語 朝鮮語 但是其實是跟朝鮮話很像 但是 但是說 就是跟 跟他們交流 用韓語交流也完全沒有問題 噢 那你在 韓國留學啊 你是 內灣大學去 你有什麼特別的經歷啊? 沒有什麼特別的經歷 就是 沒有什麼特別的經歷 就是 一開始 因為我講韓語沒有什麼口音 對 你韓語是怎麼學 你辦了三中會 我基本上 我是三四歲的時候 是到中國來開始在中國生活 然後 幾歲? 三四歲 三四歲 對啊 但是因為我媽媽會教我一些韓語 就是 就是沒有在學校裡系統學過 但是家裡人會教嘛 然後我上的小學是國際學校 但是初中就轉成正常的學校 哦 那你應該韓語很好吧 也可以 就是沒有口音 但是我分不清靜語和平語 就是 就是韓國人跟他們交流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我很不禮貌 因為有的時候 我很 就是 我 因為在 在中國的話是沒有這種 比如說 我去買個東西 但是因為那個收音員比我大 我就要跟他說靜語 所以我覺得 對 沒有啊 在中國是不會有這種難 對啊 就是韓國都會一直要講靜語 對啊 就是他年紀比你大的話 你就一樣要說靜語 對 因為我看那些真人秀 每個都要一直講靜語 感覺就很麻煩 而且你不跟他說他會提醒你 他說一定要說靜語 那如果不知道對方有沒有比你大呢 就看到 他覺得你 比如說那種年紀大的 他一看就覺得 他就知道你的年齡 他就一定 如果你不說靜語的話 他會提示你說靜語 那如果只大個一兩歲 看不出來 怎麼辦 問你啊 他已經到這個程度了 很誇張啊 就是比如說 我們那邊學長學技 然後他們比我 比我們大就可以實話 我們做很多事情 包括比如說同年齡階段的 就是他比我大幾個月 都會問得很清楚 你知道嗎 那個韓國啊 那他不是很流行什麼 醫美整形什麼的嗎 那你有試過嗎 你是整形還是什麼 我沒有整過形 你覺得我這張臉上整形嗎 沒有你看起來就很天然的美女啊 我打過水光針啊 水光針我好像有聽過耶 那個是主要是怎麼樣 就是臉看起來稍微滑嫩一點吧 就是白一點 或者我之前還打過那種 就是超聲波就是提 但是那個東西要經常搞 然後因為在韓國做很便宜嘛 有些有些東西 包括提升嘛 哪個地方的話 在韓國做非常便宜 幾百塊錢就能搞 幾百塊人民幣就能搞 這麼便宜啊 對啊 但是也有貴的 貴的 比如說在韓國幾千塊錢的項目 在中國就要幾萬 就是差的很多 所以就是 就是如果我 你們在韓國做的話 我就一定會在韓國做 我也有計劃那個耶 有機會的話 我也想要去韓國做醫美 你需要做什麼 你長那麼帥 水光針啊 你需要什麼水光針 你看起來就不需要啊 保濕啊 不敷面膜就好啊 你皮膚看起來很不錯啊 啊我 就是想要更好嗎 哦 想要那個啊 配得上你啊 哦 你不要說這個話 欸馬來西亞的男生 都長得像你這麼帥嗎 可能沒有啊 什麼啊 我感覺 我應該是比較獨特的那個 我沒有見過馬來西亞的男生 你嗎 我沒有見過嘛 除了你以外 也沒有見馬來西亞 那我就是 你第一個認識的啊 對你是我 第一個認識的馬來西亞 你也是我第一個認識的 將蘇人 對今天那個 有了解到 好的好的 啊我跟你說一些 我們這裡的事情 就是我們這邊有一個 你叫抖音嗎 我知道啊 我們這邊抖音 不是在我們這邊很火嗎 然後我們這邊有一個 女網紅 有幾千萬粉絲 幾千萬 幾千萬 粉絲 嘿怎麼了 然後就是 他前段時間就是官宣 他懷孕了嘛 然後他談了那個對象 那個對象叫韓英 然後那個對象呢 就是長得很帥 小楊哥那個喔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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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另一個 不是小楊哥 那個對象很帥嘛 然後就是 他們不是鬧分手了嘛 嗯 然後然後就是他就 他就在那個女生就在網上說 說那個男人吃他軟飯嘛 就是什麼用的吃的 包括整容的錢 都是這個女生花的 啊他整容整了多少錢 這四萬多吧 因為他是 這邊本來是有淚溝很嚴重 然後那個男的就是 讓那個女的幫他去填淚溝嘛 就四萬多塊錢 分文不畫 然後那個女的很有錢 幫自己的助理買了一個叫什麼 一個車叫布加迪 然後那個男的就一直讓那個女的幫他買車 就是那個男的吃軟飯 已經吃到點了 喔那個男的 要那個女的幫他買 對啊 因為那個女有錢 那個男的是吃他軟飯 喔這個男是很帥的嗎 一開始長得不怎麼樣 但是那個女的在這個男的去整容了呀 哇 哇 分文不畫 這個男的我跟你講 他肯定很會講話 嗯然後還是分手了呀 但他已經有拿到他想要的了 是嗎 但是因為 因為他就在跟這個女的談的時候 還出軌別的女的 你知道嗎 被這個女的發現了 而且這個事情鬧得很大嘛 然後前往都知道了 然後就很很雜力 他已經有認識到一個這麼好的女朋友 他還要出軌 因為他之前就是鴨姿啊 喔 哇 他長得還像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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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idol 他長得像吳亦凡 幹真的假的 我給你看 長什麼樣 吳亦凡很帥呢 啊很像 他整鍋的那個樣子很像 整鍋很像吳亦凡 整鍋很像 整鍋很像很像 等一下我找找 找找 很像 超級像 欸那你有拍抖衣嗎 就就就就就 欸靠腰啊 很帥耶 很壯耶 而且 他這個東西也是那個女的送給他的 太帥了吧 這個新玩具也是那個女的送給他 欸我也有跟他一樣做 哎呦 不錯 長得很像我們一般你看 等一下 哇靠很高欸 哦難怪那女的喜歡他 整的那女的幫他整的 看我也要去整 我看看有沒有整容前的照片 哦 之前長這個樣子 他好像本 然後整 然後整成這個樣子 差這麼多 這是在中國整的嗎 哦是啊 哦中國技術很好欸 有啊 有啊 欸有點東西 那他整完之後 比較帥還是 我比較帥 你覺得 你比較帥 有品味 不錯不錯 那你有想要來台灣嗎 去不了啊 啊你去過兩次 我小時候去過 但是我現在去不了 哦 我現在去就出了一去 就從韓國轉機過去 如果直線從中國飛過去 是不可能 哦 因為手續很多 其實從韓國轉機過去 他也會有其他手續 但是如果從中國接過去 他就很多手續 啊那你會抽菸嗎 不會 不會 會抽菸 這是雪茄你知道 這是什麼 雪茄 雪茄 雪茄不長這個樣子吧 差不多吧 這是什麼 蛤 這是什麼 這是吸的 蛤這是這樣子 為什麼要 通鼻子的 蛤 提傘的 我以為你跟我一樣有鼻炎 哦你有鼻炎喔 那這個 啊那你可以用薄荷的嗎 但是我對薄荷過敏 喔 那這個你不能用 好 這是薄荷雪茄 那對薄荷過敏 我對過敏原來很奇怪 啊,你還有什麼過敏? 我對龍蝦不過敏,但是我對大的蝦子也不過敏 我對小蝦子很過敏,就是那種小蝦 小蝦,我對蝦子也會過敏 你說我對海鮮過敏吧,其實我對海鮮也不過敏 但是我對螃蟹過敏,但是我吃一兩個是沒關係 但是我吃四個以上就會出問題 我,我靠,還有這樣子的? 對啊 我那個也是從小吃蝦子類的就會過敏 我吃蝦子也挑了,正常蝦子也不會 就是那種很小的蝦就會過敏 那你有吃過那個生的蝦嗎? 吃過啊,甜蝦 對,然後我很喜歡 欸! 你還好嗎? 我不好啊 發生什麼事? 欸,你鏡頭為什麼是黑的啊? 你很兇欸 幹 我還沒有問他 聯絡方式啊 幹 幹 我還沒有夾他 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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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